曲名 days of her life 次的女孩 她也未去都把她去世 所以我就 我就不是很懂 怎麼去照顧小孩 所以我們就去學 然後去做義工 聽電話 然後有興趣 然後神就開了很多門 讓我走進神學院 再去讀我现在这个第二个工作 那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做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病 因为在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你读书没有执照的话 你都要去做一些人家不吃很喜欢做的事情 那就去比较做 比较说是严重一点的精神科的工作 然后后来就也有很多是做一些亲子的一些讲座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有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叫做 那个时候有几个朋友就一起做了一个叫做 CACS Chinese American Counseling Service 那你们要是有朋友需要一些资讯呢 或是在湾区你们想找一些 会讲中文的治疗师 或是心理医生 或是社工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这个网站 我们有一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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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去了工廠,長期的去宣教,有一個離開了 所以那上面也有很多文章,都是他們寫的,也是一些很好的文章 然後很多夫妻關係啊,或是親子關係的東西 那為什麼講的那麼遠呢?就是因為 因為我有兩個女兒,老大老二,那個時候我就做很多親子是講就是怎麼叫小孩 然後可能神覺得女兒太容易了,就給了我一個兒子 那我那個老妖呢?我就覺得比較難 其實男生小的時候比較難,大一點的會比較容易 女生調過來,小的時候比較難,小的時候比較容易 大的時候,青春期的時候比較難 那其實我現在,我這個兒子 有機會你們有興趣的話,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給我很多挑戰 但是,我一直在他身上都看到一些神奇 有機會跟你們分享一些神奇 真的是神奇 OK,那我怎麼去打開我的東西呢? 看不見 要放大,他就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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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身邊有人有這個情況的嗎? 沒有 沒有,你覺得什麼意思? 對 我很緊張 是症狀 是症狀,OK OK 就這樣看著它翻著有沒有 OK 有,有,好嗎,長人 那從以前呢,我們叫它做遭遇症 先給我做個睡眠 我一直都是叫它是遭遇症 遭遇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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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是我 就是是我那個 那個飛蒙尼機構的一個同工 他從台灣幫我買的 那這一些東西呢,比較在大陸我買 找不到 那台灣很多 所以他就幫我去買 那這個是我們做心理諮詢 或是精神科的醫生或是其他的人都要去參考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DSM4 Diagnostic 就是Mental 就是精神科診斷的一個書 那裡頭呢,就是把所有精神科的疾病的名字啊 或是他的症狀都會寫在裡頭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我們都不會中 不是很會就是中文的翻譯 所以那個朋友一次就帶了十本回來 那我都幫他買了一本 所以他也幫我就是在預備的時候 有找到一些中文的翻譯 那這個情緒的 其實遭遇症呢 你看那個名字呢 你就大概猜到他會很遭 然後會很遭 照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很嗨 我上一次不是寫過一個 畫過一個圖 就是他們會很嗨 他們也會很低 很嗨 很低 那個是情緒喔 然後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一點點嗨 也一點點就是比較低 然後呢有一些人呢 是嗨的時間很短 低的時間很長 嗨的時間很短 低的時間很長 有一些人呢 就嗨的時間很短 比較長 也不會很長的一個星期 然後低的時間也很短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表現 那通常一般來說呢 這一類的病人呢 都比較難 我們去真正的去找 幫他們找到一個 找到他們真正的病名 所以一般來說呢 有這個病的人 他們需要八年的時間 才能夠找到 原來我有這個病 我曾經做過一個個案 我看了他三年 他進來是憂鬱症 我說過 一般來說 比較容易就是憂鬱症 因為很多人 很多女生都會有這樣的情緒問題 那我們就一直以為 他是憂鬱症 憂鬱症 那憂鬱症的時候 他會好 然後有時候又不是很好 那三 我記得他三年 到第三年 他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才發現 其實在這三年的過程裡頭 我都覺得有一些奇怪 但是我也沒有覺得他很像 我有想過這個 但是他又不是很像 三年以後呢 他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就跟他說 你可能是這個擺部了 那就叫他去看醫生 後來他就吃藥 但是後來他搬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但是後來好像過了幾年 他打過一次電話給我 他說他想再進來 但是那個時候我沒有時間 他通常進來呢 都是因為他憂鬱的情況 所以他會進來 OK 待會兒我們會看一些短片 就是這一方面 他們自己說自己的情況的短片 他們大概分成三種吧 一種呢 第一種呢 那就是他們是高的很明顯 那其實高的很明顯呢 不一定是好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在那段時間 雖然覺得自己很棒很好 什麼事情都做到 但是他們也有一種就是 覺得失控的一種感覺 那我最近有一個小孩 小女生 她是12歲的時候進來的 12歲的時候她進來呢 她是因為 症慮 就是她上學很多的那個 那為什麼她有這麼小的小女生 白人在美國學校 為什麼這麼小有這個情況呢 就是她 她的數學很糟糕 那她就很害怕人家 笑她或是說她笨 所以她就後來 後來做了很多東西 她就她的數學有進步 所以後來她有一兩年沒有進來 那後來14歲的時候 14歲15歲高中的時候再進來 從小女生變成一個小美人 很漂亮 那她的情況再進來呢 就不是照慮了 就是很憂鬱 那為什麼憂鬱呢 她也說不出原因 然後後來呢 她就 通常你憂鬱 要去看醫生 醫生都會給你吃一些抗憂鬱的藥 那她吃了抗憂鬱的藥以後呢 她就有自殺的念頭 那自殺的念頭呢 那就再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幫她換另外一種 希望她沒有這個念頭 但是呢 她突然間有一天晚上呢 她就睡不著 其實她焦慮的時候她都睡不著 憂鬱的時候也睡不著 但是那一天她特別睡不著 她就走去找她媽媽爸爸一直談話 一個講講講講講 講到晚上一兩點 她還是很多東西要跟爸爸媽媽講 那爸爸媽媽的說 不要再講啦 明天要上課 你先回房間睡覺 她回去她還是睡不了 原來那個時候其實她的狂躁開始發病 然後後來呢 後來再去看醫生的時候 當然她中間也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再去看醫生的時候 把這些都跟醫生講 醫生就說她是這個 雙向情感障礙 那就換了另外一個藥 然後要去參加一些小組 其實小組挺好的 因為其實這些小女生 他們其實對自己的情緒 還是不是很了解 然後你可以想像 突然間有一天 你好像覺得什麼都跟從前不一樣了 你覺得自己好像很棒 是世界上最聰明 最有能力的人 你突然間那個心情 那個差異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害怕的 他們不是你們想像的 那麼他們可能不會講給你聽 但是其實他們的心裡是會害怕的 那後來這個 那其實 其實我真的很想 就是 講的就是 其實家庭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她這個媽媽呢 很能夠接納她這些奇奇怪怪的行為 不會覺得是 她做啊 或是不會覺得她沒事找事的那種 因為她媽媽曾經有憂鬱症的 她媽媽大學的時候也曾經走過憂鬱症的問題 然後她媽媽的解解是有這個雙向感情感障礙的 所以這個媽媽呢 就很能夠接納 然後很知道怎麼去幫助自己的人 就讓她那個情 那個 那個情況呢 就很快穩定下來 所以呢 有時候他們這個高呢 有一些高 有些低 所以有 要是你看到很高很高 那比較能夠知道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很高 很高的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 你一定要有七天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 才可以說你有這個病 沒有七天或是其他的不符合的話 那就不算 所以有時候你一天兩天睡不著 做很多架式 那個不算 那個不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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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兒童呢 現在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個女生十五歲發作 其實我看很多 我見過的個案 都是比較年輕發作的 我曾經做過一對雙生的姊妹 兩個都有 他們兩個都是十六歲的時候發作 然後有一個女生是十 也差不多十六 她是high school 突然間有一天在學校 就把學校的那個椅子 就是那個她 就推倒 然後人家不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就把她送給注意 突然間發生事 是有什麼東西 刺的 話語啊 行為也 還是你說的不知道就是 我們人就是這個問題 你只要好想這個問題 嗯 那 其實呢 很難說 因為她在學校遇到什麼人 發生過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的 但是 到她發病的時候 你看到的就是發病的情況 你前面記得有東西 對 除非她跟你講 除非她跟你講 她不跟你講嗎 蛤 她不跟你講嗎 她可以不跟你講的喔 她不信 她信不過你為什麼跟你講 你是一個陌生人嗎 除非她跟你講 那 但是我 我見過兩個女生 她就是在學校被霸凌 有一個 她 其實有一個 另外一個呢 她其實 我想 她不一定是這個 但是她 比較嚴重的 她從小就被人家霸凌 在家呢 爸爸媽媽也 也就是 罵得她很凶 因為她 她做事情很慢 然後她不講話 所以爸爸媽媽就說 快點 常常說 快點快點 好 然後到學校 因為她不講話 又被同學 就是沒有朋友 到高中的時候 移民過來美國 因為語言的問題 那就更加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不要解 那還被其他的同學 去笑她 或是欺負她 那 那 這個其實可能 累積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 但是 這個呢 那 要是你家裡有人 是這樣子的話 她 是有一些遺傳的因素 在裡頭 我剛才說過 一個雙生的兩個女生 都有兩姊妹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病呢 另外有一個麻煩呢 就是 他們要吃一些 就是 精神科的藥 去平穩他們 這個情緒 那個藥呢 吃了以後呢 就會讓這個 這個 平一點 然後這個高一點 所以他們呢 就只能夠這樣 所以 她這個 那個 穩定劑呢 吃了以後呢 因為是一個精神科的藥 那 你要是 這些女生 要是懷孕的話呢 就一定要停藥 停藥的話呢 其實 她就要 跟醫生 或是跟我們 輔導 就是 就是 比較緊的聯繫 不然的話呢 他們 停藥以後 要是 有其他 事情呢 就 不一定 能夠 自己處理 那你就說 這個 心理醫生治療 只是一個 輔助會 對 緩解會 就好像 你 去 爬山 你有一個 杖 就比較容易 是不是 就是 根治的機率很爽 就是 統計來講 心理疾病 因為她不會完全好 但是 她會好到 跟平常人 沒有分別 我剛才說的 兩姊妹 都吃藥 其實她們都是 上班 你是不會知道 她是有問題的 除非她 不吃藥 發病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醫生來說 處理得好 這是 聽話的 一般來說都很好 你是說 你沒辦法根治 這個 這個 她是 裡頭有問題 裡頭她的 化學的問題 我們不能根治 或者是 我給妳做個偏證 根本都不用吃藥 就可以 那很好 那是奇蹟 神還是有奇蹟 這真的是靠主 真的是靠主 我相信奇蹟了 不是奇蹟 這是靠神 要不然我們來這補什麼 是嗎 我聽 我從上幾個聽 一直在講症狀 症狀 我們都希望聽到 你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除了藥物之外 藥物會產生很多後遺症 解決的辦法的話 還是吃藥 吃藥跟心理資訊都很重要 確實 除非 你的身邊的人很會照顧你 這不是照顧你 因為沒有人 這事實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替代另一個人的靈魂 對 對 那 老師 是不是 尤其我們神醫院 那肯定相信有聖靈 那也相信有血靈 那像這些病症的人 科學分析也是很難的 我們其實心理學也是一個科學 醫治也是很難的 那藥物 今天發明出來的藥物 也是很難去根治 只是緩解還有很多副作用 那因此的話 其實跟靈界這個原因很大 可以這麼講嗎 我每一次講這個呢 都一定有人問我 你怎麼分 它不是靈界的問題 還是精神科的問題 要是它是要反應很好 那就是精神科的問題 那要是它怎麼治都不好 那牧師一來幫他祷告都好 那就是靈界的問題 我只能這麼說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神 那你在治療的中 因為你也讀神醫院 你也有心理科學的方法 能不能用這兩個解合一起 然後讓它治癒力高一點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那我說過 你要是有高血壓 或是打孤醇 你能根治的機會高不高 我當時真的是有一個健康醫生 他就是用蔬菜汁 蔬菜汁真的是根治 對 好就是清血是相當的 那有人可以根治 也有人要吃一輩子的高血壓的藥 是嗎 那個醫生其實就建議說 你不要吃藥 你要用這個蔬菜 上粒給你的這個食物 來治療你 根治你的問題 我也有 蔬菜是上粒給動的 不是上粒給動的 其實剛開始說 你們吃地下長的蔬菜汁 和蔬菜汁 和蔬菜的果子嗎 是給男人 我也有一個朋友 是一直喝蔬菜汁 但是他的膽固醇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他吃了20年這樣的打質的蔬菜 但是他後來還是要吃藥膽固醇 因為他是 醫生說他是遺傳的 因為他試了很多方法都降不下來 OK 我的意思是說 要是你有高血壓 你還是要吃一點高血壓的藥 把你的血壓降下來 那你說他降了下來以後 其實他跟平常人都沒有分別 他每天還是可以上班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你是看不出他有高血壓的 除非他不吃藥 然後中風 那可能他就 那個問題就會出來 所以我是想說這一點 對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我說蔬菜 跟蔬菜有些病 那麗玲瑟也是個基督徒 他就說你身心也要健康 第一個你不要挽留壓力 你不要補生氣 這個你明明你要健康 第二個你飲食上配合 他病度上配合 那他照顧很多人真的是很多跟自己 對 可能想死瞭可給人膠療吧 你自己死瞭可給人膠療 你自己死瞭可給人膠療 你自己死瞭被人膠療 你自己死瞭可給人膠療 你自己死瞭可給人膠療 上經醫師直接療療 對直接醫師醫師教他 equip OK 通常呢他們的發病期呢是17歲開始 常常我遇到的都是高中,高中第二年,高中第一年,第二年發作的比較多 也有一些是比較晚的,我只見過一個是比較晚的,就是三十幾四十歲才發作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比較年輕的,然後他們心裡其實我剛才說過其實他們很自卑也很迷茫 就是真的這個情緒來的時候不是說你可以控制就控制了,因為是他裡頭的就好像血壓 可能可以緩解一下,但是不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因為他們年紀還很小,要是能夠找到一個他心得過的心理諮詢的人 你只陪他走過這一段其實很重要 老師你說心理諮詢其實就是跟他聊天嘛,就是他沒地方聊嘛 他就找到一個可以輕鬆的對象,想要說的說了一下 然後他就是一個釋放 要是這麼簡單就不需要讀那麼多點 心理諮詢你可以這樣說,基本上是聽他們講話 但是呢,我們也需要學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瞭解一個人 去幫他去從不同的層面去看一個事情 然後要從他們的原生家庭 要從他們成長的過程去瞭解他為什麼他現在有這個心理 為什麼你這樣想,為什麼 就是基本上我們是一個鏡子 一直幫他去明白自己 去看見自己 然後再幫助他們不要那麼的 那他如果一直不願意接納,你幫他發現這些 人家還不夠熟 他當然他不會再來啊 那有什麼症狀呢? 通常,趙龐的時候呢,他們會覺得非常的高興 心高采烈 你可能突然間見他有一天呢 他就抓著你,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他講很多事情 我曾經有一個個案 拉美醫很漂亮的女生 其實我覺得雙向的症狀的女生都很漂亮耶 我見過的都很漂亮 那他呢 那個時候呢,我跟他談 比方說我們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從進來一直講到一個小時以後 我基本上都插不上嘴 他就是很快 一個東西接一個東西 接一個東西 接一個東西 那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 然後呢 他們不睡覺 但是他突然間跟你說 我幾天都不需要睡覺 我很好 然後晚上兩三點 還很精神 連續幾天 不是說今天睡沒有什麼 他們可以連續 也可以是睡兩三個小時 但是他們就覺得自己 他們的 他就說 那個時候我的靈感特別多 比方說 其實很多寫虛值 對 藝術家都有這個問題 然後 他們會突然間變得很 很有創意 會想出很多點子 所以其實呢 他們 這些 這些人呢 他們一般來說呢 很不喜歡吃藥 因為吃藥呢 會把他們的膏拉下來 他們就覺得自己 沒有從前的那個活力 沒有從前那個創意 做事情就沒有從前的好 然後他們又很 也就是當他們掉下去的時候 他們也會很害怕那種感覺 OK 然後呢 他們會告訴你 我一次報了很多課程 我要去上這個 上那個 上那個 然後可能他們會花很多錢 去做一些事情 我曾經聽過一個個案 就是他每一次去旅行 他都買很多很多東西回家 就是千千的買 就算自己不是很有錢 有一次都買了五千塊錢 那個 那個 食物 但是 每一個人都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買那麼多 但是 對他們來說 這個 他就很過癮 一定要 所以 要是你 有一些這樣的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的投資呢 一般來說呢 他們就會 覺得自己的投資一定是成功的 但是通常那個時候他們的投資 都不是很成功 都不一定成功 你覺得自己很棒 當他們有些人 都很喜歡 這個事情 你覺得自己很棒 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當他們有些人 他們掉下來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那個差距太大 他們非常非常的難受的 那落差很大 現在同感 他們當他們落下來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很沮喪很空虛 有一些人呢可能兩天都 兩三天睡在床上都不能起床 然後你打他打電話打手機怎麼都找不到他 他不毀你的 然後呢 有時候他們會吃很多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怕 然後說話會說得很慢 你就會很沒有精神的那種 然後他們會覺得自己很絕望 也很自殺也有自殺傾向 然後這些人呢 他們的自殺的傾向呢 比憂鬱症的人呢可能要多 因為那個落差太大 所以他們覺得很痛苦 那我曾經有一個個案呢 就是這個雙向 那他來的時候25歲 然後他也去了神學院讀神學 那一直他吃藥都很好 你一直做心理輔導 一直吃藥 他都一直很好 但是後來他結婚生了女生 生了一個小女兒 可能是他生女兒的時候 他要停藥 所以後來我再聽到他消失的時候 他就已經自殺死了 這女兒那個時候才兩歲 這次很可惜 老師你有啥成功的案例 蛤 你有啥成功的案例嗎 蛤 什麼叫成功呢 就是你治好他的案例 我做了這個病都會好 我不想進 我身邊就這樣很好 就非常好 而且一定要怎麼治 好就好 那你這樣講 你就讓我們都快得人家症 真的 沒有一個成功 除了治療 一天一樣完蛋 半天就這樣 從上次開始就這樣 其實我想看 不能這樣講 可能要看你怎麼定義成功吧 不是成功 就是讓他好了嘛 就是哪怕就是 怎麼講 對生活有希望 就不能 其實我剛才 我剛才 就算這個女生 她後來是自殺了 但是她曾經 是對生命 生活是有盼望的 她信了主 然後她去教會 她去神學院 然後她結婚 她生孩子 其實她都是很成功的 對我們來說 但是因為要生小孩 沒辦法 她一定要停藥 但是停得到以後 她不去再跟醫生有聯繫 不去再找我們的話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當然這個是一個 你沒有給她做更深一步的治療嗎 比如說抑制式棒 比如說催眠 比如說讓她靈裡頭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動作 那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 她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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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禱告醫治 我只會禱告 我不會禱告 我不會禱告醫治 她們會覺得很好 剛才我們說過了 要是她從小的清造 你不理她 她就會變得可能是比較嚴重的造狂 那造狂症呢 她們最嚴重的時候呢 也會有一些思覺失調的一些情況 她們也會聽到聲音 或是她們會有一些妄想的那種感覺 妄想 妄想見證 對 然後呢 她們也有很多是有一個合併症 就是除了她這個情況 她們又有遭慮症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小女生 她的遭慮症也在她 然後呢 她們有時候呢 她們 她們 開始進來的時候 可能妄想會以為她是那個過動症 而不是這個 因為她們有一些東西呢 跟過動症呢 是有一點相像的 所以要很 慢慢跟她們談 然後要談得很仔細 才能找出那個分別 然後有時候呢 她們會 因為藥物或是走 喝酒的問題 有用藥物跟喝酒的問題 那為什麼她們會有這個問題呢 因為 其實喝酒呢 會讓她們呢 低下來 其實她們有時候是 自我的去用藥 低下來 因為走酒呢 喝了我們就會 她是一個單 就是會讓我們 就是平靜一點 喝的太多 你就啪啪 是不是 其實她會麻醉我們的神經 所以其實當她們高的時候 她們就喝酒 那就沒有那麼高 當她們低的時候 她們就用藥 讓她們高一點 所以其實有很多 這些人呢 她們會用這些東西呢 來自我的去調節 她們的情緒 但是問題呢 就是 那個酒跟她們吃的藥 要是她們一起呢 這會很危險 是會死人的 因為她們那個藥 不能跟酒精一起用的 好 所以要是她們自殺的話 她們只要拿那個藥 跟酒一起吃下去 可以告訴我們一種自殺的方法 然後 她們也會有一些 飲食失調的情況 比如說她們會淹食 我剛才 我 我說過有一個女生 來了三年 那她其實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她就是有 吃東西的問題 她一馬就是吃得很厲害 一馬她就是把那個東西 東西吃完以後吐出來的那種 那因為她對自我的形象呢 有很多的 錯誤的一些看法 其實她很瘦 她瘦到只是 就是 可能她跟我差不多高 但是她只有110磅 但是她覺得自己很肥很燙 所以她就不敢吃東西 但是她又喜歡吃東西 她吃了以後就去洗手間 把這個東西都吐出來 好,扣那個喉 所以呢 後來 後來她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們才知道她 她是 有這個雙向情感障礙 那治療我剛才說就是藥物 一般來說那個藥物呢 就會幫她們那個情緒穩定一點 一般來說比較常用的藥物呢 叫做藥 藥 藥 可能你們也聽過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 非常常用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但是呢 我自己接觸的個案 她們對這個反應比較好 然後另外有一些呢 藥呢 會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她們會胖 會讓她們非常的開胃 嘗試東西 所以呢 女生就不喜歡吃那個藥 她們會自己 覺得自己好一點就停藥 那為什麼 這些病的人 她們停藥味比較危險呢 我想問你們 喜歡早上喝一個咖啡嗎 喝咖啡以後 就是要你精神一點 是吧 那有時候呢 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咖啡 才能夠 好像從前一樣那麼的精神 那個咖啡會越喝越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跟喝酒 這個原理差不多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 慢慢去習慣了這個 這個東西以後呢 我們叫這個 叫Stimulant 吃雞的東西 當我們身體 習慣了以後呢 我們就要更大的 力量去達到那一種感覺 只是這個藥呢 這一些精神科的藥呢 你突然間停了 當下一次你病發以後 醫生要幫你再回到 從前那個 工作的能力的時候 醫生就要更多的藥去幫你 所以呢 我見過一個個案 他自己突然間 他 他 其實很多年的情況 他都很乖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次他突然間 什麼藥都不吃 他的病發 病發以後送了去醫院呢 那醫生就要幫他 把那個藥更加大 那以後他就要吃更多的藥 來 來讓他能夠 就好像平常人一樣 那 那 我 其實 其實可能你們在 網上 都已經看到很多 這一方面的 情況 但是呢 我想給你們看一些 一些 我在網上看到的 其實比較能夠體會 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什麼 回憶回事 我好像沒有這個Wi-Fi 是嗎 對 我上一次那個紙 就上次 你給他 有沒有人可以嗎 上次給您那個密碼了 就是 對 但是我好像沒有拿回家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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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옆小智探 在哪裏 上次也是 是 但是我沒有用這台 在這台電腦 我沒有輸進去 那等一下 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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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